大家好 今天 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怎麼樣 就是平時保養自己的小提琴 我今天 因為我平常 朋友看到我直播說 我直播的時候好像有一點 有點可憐 所以今天有 朋友要進來當我的小助手 他說想要來陪伴我一下 現在小助手 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OK 好 那 那個 這個錄音會錄進去 錄音會錄進去 呃 今天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OK 我先介紹一下 我自己平常齁 有兩支琴 呃 一支是 十八世紀的琴 一直是十九世紀的琴 然後 大家都會 呃去想 就去問說啊琴平常要怎麼擦怎麼保養 我們平常在演奏的人 多久擦一支琴 要怎麼擦 今天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小提琴裡面如果很髒的話 我們怎麼處理 OK 那其實 首先 最重要的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琴不需要常常擦 如果 OK 我去 有個東西忘記拿了 很重要的 等一下 其實 琴會髒 OK 因為 大部分 是這個東西造成的 就是鬆香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呃 我覺得這個牌子的鬆香很不錯 這個 大家要 要去 呃 可以買 鬆香建議大家 不要花錢買太便宜的 因為 再怎麼貴一千多塊 就是非常好的 那 鬆香越好的 它那個 鬆香的那個 粉塵越少 然後 它會在 小提琴上面的 鬆香越少 就越容易保持小提琴乾淨 那平常怎麼 怎麼清理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東西 小助手 幫忙一下 對 就是這個東西 這叫什麼 面子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複雜 我有時候 去演奏的時候 我是一個常望東西 望東望西的人 我 最容易取得的東西就是這個 因為我平常都會帶面子 怎麼擦 怎麼擦 鬆香的地方 木頭的地方 把它拍一拍 每次練習結束的時候 如果是 都有做這件事情 其實你的琴不會太髒 下面呢 還有這個指板 拍一拍就好 你們 你們在擦琴的時候 可以發現 如果你的指板 很多鬆香 就是你大概是你拉琴 也是太靠指板 那 除了這個東西以外 這個是最陽春的 另外一個 我們應該有個擦琴布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擦琴布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擦琴布 長什麼樣子 OK 來 這個擦琴布看一下喔 我擦琴布上面 是不是就有一些鬆香 這看得出來這是我用過的 我平常 大部分會用這種 就是眼鏡布啊 我有用過 就是 擦鏡頭的那種指 去擦我的木頭 這樣子 簡單的 外面的清理 主要是鬆香的部分 那 我們講一下說 如果你今天要擦得很亮 我們通常需要什麼 來 小助手擦一下 好 這個東西 這個是 來 我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 就是琴油 OK 我用的是這個 但是 我告訴大家 不需要 常常用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用 OK 擦一點 放一點在布上 怎麼擦 通常啊 圓圓的 這樣子會比較亮 然後 然後曾經有人 有自行師 教過我一個方式 怎麼樣可以把琴打得很亮 他 把琴油 倒在琴身上 然後用手擦 這個效果不錯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今天不太想把自己的手弄髒 所以 我不想 就是 把他用這件事情 就是這樣做 那其實 我跟你大家說 因為 尤其 越好的琴 我們其實平常是很 不太想要擦一些 有的沒有 因為畢竟那些東西 都是大部分是化學的 那都是久久一次 像我自己 大概是一年一次 會拿去給專業的製琴師 就去Polish 就是把他打亮 做這個動作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擦琴 琴頭 像琴頭的這些地方 就是 平常比較容易髒的這個地方 如果你的琴要好好收藏的話 這些地方 都要好好把它擦一擦 但是其實 會比較影響到聲音的 還是這個面板跟背板 那除了 在擦琴的 在整理自己 小音琴的時候 還可以順便整理什麼東西呢 等一下 我必須要更正一下 剛才小助手拿錯東西了 我剛剛前面這一罐呢 不是擦琴油 搞了一個烏龍 我把擦琴的東西 鋼鐵人 請你在 不是 那個才是 小助手硬要幫忙 他說他絕對會搞清楚 給我 這個東西 對 我竟然剛剛沒有發現 因為我真的非常 這可以證明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少在使用 OK 這是琴油 我用的是這個牌子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要再擦一次 再示範一次 那剛剛 因為我用的東西 用的量很少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擔心 我的樂器是不錯的樂器 我不擔心 希望大家也不要太 有時候自己的東西擦 這個真的是亮多了 剛剛都沒有發現 直播就是這樣子 那個做錯事情是不能NG的 但是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好 好這個琴擦完之後 那我就順便講一下 剛剛 這個 鋼鐵人小副手 拿錯了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擦琴弦的 OK 琴弦上面一樣有鬆箱 然後 我會順便就是 我也是用同一塊補蒜 我用 那個 布的角 去把它 其實鬆箱擦掉 這個東西 其實可買 可不買 這個是 我就是進去琴行的時候 每次要買一兩個東西 都被老闆洗到 買好多個東西 然後 就順便買 但是後來是覺得用的還不錯 因為我的琴弦 其實過沒多久 就會換一套新的 所以其實也不用常常擦 但是如果你們是一套 一套弦用一年兩年這種 你可以 就是順便擦一下 另外一個事情 大家常常碰到 有人的這個琴栓 有人也叫做琴軸 不好轉 有一種東西 在你 今天清理條例行的時候 可以順便做 來鋼鐵人小助手 這個是專門 那個桌面會晃 離開桌面 我的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 就是 這個要 就是專業的 就是擦木頭的那種蠟 OK 有點像護唇膏 這個 就是有人自己 覺得自己那個琴栓啊 琴軸 旋軸 旋栓 不好轉的時候 就是把他這個 抽出來 插一插 左右插一插 OK 就是左右側 看他 然後如果是相反 是你的 很容易鬆的話 大家習慣 就是用粉筆 就是在左右側 畫 畫兩次 然後他就會比較緊 好 那大家 就是 一般都是 清外面 小力氣裡面 要不要清呢 這就像你耳朵 平常在洗臉 但是耳朵裡面 有耳垢的時候 要挖一挖 會不會影響音色 會 只是說這個 久久做一次 小力氣裡面 我們要怎麼清理他呢 這個 東西 大家家裡應該都有 是亞洲人都會有 來 麻煩一下 來 來 好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 大家有看到 這個是什麼 乾的米粒 從F孔 到進去一點 然後 搖一搖 把他搖到每個角落 那個 我想先順便說一下 如果粉絲裡面 有 常常做直播 或是對直播很熟的 請你們留私訊給我 我可能有些事情想要請教 那也歡迎大家幫我分享 OK 這個米放進去之後 就是這樣子 喔 不要鬧 你不要放太多 因為 你如果米真的放很多 搞不好陰柱都會被你搖下來 我們放一點點就好 喔 剛剛這個裝很滿 可是我其實只有用一點點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琴 裡面也沒有說太髒 然後轉一轉 喔搖一搖 之後 我通常 就會把他拿去馬桶上面 倒掉 沖掉 或是拿去垃圾桶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 教大家怎麼清理小滴情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因為我平常 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然後時間上比較自由 然後 那個直播都是看感覺在 在做直播 然後 但是之後應該是會 就是 如果大家很支持 我會盡量 固定時間 可能會是在 應該是會在星期四的 九點 或者是星期三 的九點 那再請大家密切關注 有任何問題 希望我下一次 可以在直播講的 跟小滴心有關的 甚至是跟音樂有關的 都歡迎大家 來問我 OK 好謝謝 晚安 謝謝